古代的女人聚会 回张氏娘家来了 你倒开始传起我来了 范氏连忙抹了抹眼泪 道 前些日子只传你身子不好 家里想去看你 偏又进不去那地方 现如今看你无事 我便也放心了 你快些去吧 反正你也要在园子里住上几日 咱们俩俩明日再说话就是了 叙氏见我脸色不好 范氏连忙劝道 儿啊 万不可再耍性子 没丈夫不喜柔顺妻子的 你只顺着她 她必识得你的好 古摸着是我脸色更成了些 范氏又低声笑道 唉 殿下黏你 这是好事 你这傻丫头又酱什么 难不成殿下总追着那僵尸跑就好了 我看着范氏抛感无语 辞了范氏 绿梨扶了我慢慢往凤仪院走 随之半路上竟又遇到了白衣僵尸 进的却是凤仪院旁边的院子 绿梨恨呼呼地说道 也不知谁家里安排的院子 这样不懂事 竟然让僵尸那贱人住到咱们隔壁来了 我看了看那两个院子之间的那片紫竹林 按赞 好一个偷情的好去处啊 到底谁安排的院子 太有才了 进了院 内侍过来禀报说 齐盛在书房 我琢磨了一下 便没让绿梨等人跟着 自个儿跟着那事过去了 书房里灯点得很亮 齐盛又在看书 见我进来 齐盛仍然眼睛不离书卷 只淡淡地问道 如何 还成 我答道 齐盛抬头瞟了我一眼 我立刻自我检讨 语气太欢怪了 以后一定改 齐盛却没说话 继续看书 时不时的还分分夜 不过从分夜频率来看 他显然也走着神呢 于是 我也淡定了 找了张椅子坐下来 沉默地看着齐盛看书 在我淡定的注视之中 齐盛终于淡定不下去了 突然问我道 你可有话要说 我想了想 试探地问道 你想听哪方面的 齐盛看着我 为何连自己家人都不认得了 我反问 你又为何连张家人物传都背好了 齐盛唇角微挑 达非所问 是说齐盛上曾在有一事 南行乔氏曾有女 一夜而变 不时亲友 不认爹娘 言行举止皆是不同以往 揭脱此诗意之谷 有术士称 此女人身未变 心却患了 乃是斜碎入体 必使方人一命才修 为火烧了才可化解 我吓了一跳 我可是个大活人 会烧死的 齐盛接着又说道 那乔氏双亲 却因舍不得爱女 便将那术士打了出去 后乔家倒也一直平安 可世人皆迹 乔女客人之命 无人敢娶 导致乔女直至双十 人未嫁出 我心中顿觉悲哀 你说我要是早穿来几年也好啊 做个老姑娘 也比嫁个男人强啊 我问齐盛 可我这已经嫁了的 怎么办 还能 休吗 齐盛不紧不慢地说道 太子没有休气的 他顿了一下 又继续说道 后来不知怎的 遇到了靖国公 韩怀成 韩国公是个鬼神不惧的人 三眉六聘地娶了此女 婚后夫妻和美异常 正当世人皆称 唯有靖国公这等杀气重的人 方能降住此女时 靖国公却呼得暴病身亡了 我惊讶 还真客夫 齐盛痴笑一声 客夫 客夫 不过是些乡野村夫的见识罢了 世人皆看到了 靖国公的战绩彪然 谁人知 乔氏在靖国公背后 给了多少助力 我反驳 可最终 还是把靖国公 客死了不是 齐盛看看我 淡淡道 那靖国公并未报病身亡 而是死顿而已 我看着齐盛 琢磨着他和我说这些 是什么意思 齐盛看着我也不说话 两人就这样 沉默地对视着片刻 许是都觉得有些怪异 不约而同地 都转开了目光 齐盛又轻轻问我 你可以话要说 我想了想 依旧失问 你想听哪方面的 齐盛脸色平静 沉默不语 我伸手打了个哈欠 站起身来 我今儿是真累了 殿下要没事 我就先回去了 齐盛脸色中变了变 我转身转得更干脆利落 果不然 人还没走到门口 身后就传来 齐盛的声音 他问 你和乔氏女 可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我脚下顿了顿 转回身看齐盛 笑道 太子殿下累糊涂了 乔氏是南行人士 我娘家就在盛都 怎么会是一个地方的人 齐盛默默看我片刻 哭得笑了 点头 不错 我也跟着笑笑 走了 明儿见 出了书房 刚走没几步 忽然听到屋里传来 啪的一声 我不由地摇头 这摔书的毛病 可真是不好 得改 回到睡房 绿梨却是不在 我正想问别的小宫女呢 绿梨便神神秘秘地回来了 绿梨打发走了屋里的其他人 凑到我耳边 敲声说道 都安排好了 这几日 太子殿下若是去见僵使 自会有人来抱咱们 我听得心里一惊 转头看绿梨 心到这丫头 怎么就这么不上道呢 哪里有整天惦记着 捉老板间的员工啊 这不是要连累我吗 又听绿梨说道 殿下都已陪着娘娘归宁了 却仍不肯和娘娘同房 心里岂不是还惦记着 僵使那个贱人 往日里离得远 便也罢了 今日离得这样近了 娘娘不可不防 我剖感无语 看着绿梨问 你要防人吗 绿梨一争 自然是要防那僵使 我又问 为何要防僵使啊 绿梨很理所当然地说 娘娘啊 因为她勾引殿下啊 东宫里哪个不想勾引其胜 我问 绿梨一下子被我问住了 蒸蒸地说不出话来 那么多良缘良地的你不防 你防一个赵王妃做什么 我问 绿梨终于陷入了思考之中 我一乐 只觉轻松 这女人呐 大脑和嘴巴 一般只工作一样 你让她脑子动了 她那嘴就老实了 刚美没两分钟 外面便有人小声地叫绿梨 绿梨看了我一眼 告退出去了 一会儿后回来 脸色更不好 急走过来 附在我耳边说道 太子殿下果然又出院了 进了那片竹林子 我也不由惊讶 难不成白天的话都白说了 我这里正想着 就听外面的宫女轻声禀道 娘娘 赵王殿下求见 我一乐 好嘛 深更半夜 太子私会赵王妃 赵王求见太子妃 好一出情感纠缠的大戏啊 只是 那赵王来寻我做什么 既然来了 又住得这么近 不见不合适 我只得让绿梨再帮着我 把里里外外都穿戴整齐了 这才出去 那赵王正在客厅里坐着 见我来 起身含笑招呼道 三嫂 嗯 挺随意的样子 估计以前也是和张氏熟了的 我本有些防备着赵王 生怕他会提出 要与我一同捉奸的要求来 可一见他这笑模样 心中又不忍有些同情 这样一顶绿色大帽子 是个男人都不想戴 正琢磨着怎么开解 安慰一下赵王 呼听的赵王说道 三嫂 前日里听人讲了些惊忠趣事 今夜里睡不着了 便想与三嫂说上一说 我摸不透赵王的心思 只得应付 好 赵王请讲 本以为他是话里有话 一直提着精神 准备从话里听出些什么来 谁知那赵王 却是真的给我讲起了 京中各家宅院的琐碎之事 赵王的茶水一直在续杯 我想让绿梨去给我端些瓜子来 直到我再也熬不下去了 只得招过绿梨来耳语了几句 绿梨赶紧出去了 我又接着听赵王讲 过了一会儿 绿梨回来 凑近我耳边说道 太子殿下已回来了 我精神顿时一震 坐直了身子 看着赵王道 殿下 时候不早了 今日就先说到这儿 咱们都回去洗洗睡了吧 赵王那张淡定悠然的面孔 终于有了撕裂缝 看着我 不早了 我点头 确实不早了 赵王又问 该回去睡了 我又点头 你若还有谈心 我可让人请了太子殿下过来 你们兄弟好喝 呃 交流一下 赵王干脆利索地起了身 忙摆手 不用了 不用了 改日再来和三嫂闲聊 今日先告辞了 我也心急火聊地往外送客 那就不远送 慢走 走好 我嘴里说着慢走 脚下却一点也不含糊 幸亏赵王走得也不慢 不然真就成了他送我了 前脚送走了赵王 后脚我就回房趴床上了 只觉得累得腰酸背痛 唉 张氏这小身板 真是中看不中用 得练 要说还是绿梨有眼力劲 没等我开口就过来 给我按起肩背来 那小手按的地方都对 就是力道小了些 我给他纠正了两次 他倒是记住了 可没按一会儿 我又喊停了 绿梨颇为不解地看着我 我想了一想 还是说道 你找个大抱枕 来给我垫上一点吧 我看绿梨眼中还是疑惑 心想姑娘 看来你的胸还是小啊 我用双手在胸前须比了一比 这儿太割得慌了 绿梨脸一红 敏嘴笑了笑 赶紧去拿抱枕 我感叹着他兄妹的种种不意 进入了梦乡 隔日睡得正香时 就听见绿梨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娘娘快起吧 今天是二姑娘的大日子 您可不能迟了 于是我便又琢磨 二姑娘 五姑娘我以前倒是常麻烦的 这二姑娘又是谁呢 绿梨急火火地把我从被窝里揪出来 我这才醒过臀来 想起来二姑娘是那张氏的妹子 是与我那五姑娘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 绿梨忙给我梳洗装扮 我瞅一眼窗外 天都还黑着呢 心里便有了些起床气 嘴上催眉说什么 脸上却是带出些样了 绿梨却浑然未觉般 只边忙碌着边给我念叨着 接着是二姑娘的吉吉礼 听说家中准备得很是精心的 也邀了很多达官显贵过来观礼 我精神顿时一震 吉吉礼 绿梨点头 往往那脑袋上插着缝钗 办完吉吉礼 二姑娘就可以许嫁了 也不知会嫁到谁家去 看看今日都有谁来吧 哦 我算是明白了 说什么吉吉礼啊 原来是个上市通告啊 当着圣都满城的达官显贵 宣布一下 张家的二女儿终于可以上市了 嗯 错了 是终于成年代嫁了 我终备绿梨装扮一心 然后作为最尊贵的女兵 去出席二姑娘的上市通告 然后发现 张家二姑娘的吉吉礼 果真很盛大 二姑娘长得果真很美貌 到的宾客 果真都很 大观显贵 来宾之中 赫然出现了毛测君 与上述君的潇洒身姿 我表情很淡定 内心却很郁闷 恨不能问一句兵部尚书 我的爹 您究竟有几个好女儿 为何每个女儿都嫁给权贵 二姑娘 小模样挺俊 小身条 虽未长成 可那前凸后翘的影子 已是有了 以后少不得 也是个游物 只是不知道 会便宜了谁 想到这儿 我瞧了瞧对面 尚未婚配的毛测君 和尚树君 毛测君也很淡定 我相信 他那是真淡定 尚树君的表情 看着也很淡定 可我觉得 他可能内心 跟我一样很郁闷 因为他那眼神 每每扫过桌子上 盘子里的桂花糕后 都会不由自主地 再看一眼我 你说 你这是想吃桂花糕呢 还是不想吃呢 正走着神 绿梨从后面 轻轻地拽了拽我的衣袖 用滴滴的声音道 娘娘 您看看姜氏那贱人 每次都出幺蛾子 瞧那狐媚样 其实 不用他提醒 我也早就看到了姜氏 在那片花红柳绿 金光闪闪之中 一身水绿色衣裙 脑袋上只斜了叉支 碧玉簪子的姜氏 清新地跟颗水葱一般 诶 他今儿怎么没穿白呢 转眼看太子齐盛 他表情也淡定着 可那眼神 却不太稳当 总是围着姜氏 飘来飘去的 于是 我的心 也便一直随着 他的眼神飘着 生怕其胜 一个控制不好 再冲动了 就这样 一直提心吊胆地 等到里程 男兵女兵分析了 我这颗心 才总算全放了下来 开始有心思 仔细打量 满堂的女人们 姜氏暂且不说了 水葱一般的人物 我见游莲 二姑娘虽年少 却已见美艳之姿 好苗子一个 其他的唐嫂 唐妹之类的 也大都身思苗条 面容漂亮 看来张家的基因 确实不错 这是不是要归功于 貌美善度的 张家老太太 我转头扫一眼 右手的张家老太太 然后毫不犹豫地 把视线转回了 青春貌美的 二姑娘身上 谁知就这样 多余的一眼 却引来了 张家老太太的注意 张家老太太 突然向我请求说 二姑娘 私慕我这个大姐良久 今天又是她 积极的好日子 我晚上能不能 下她二姑娘的 楚风馆 有二姑娘 陪伴我一宿 我一听 都有点乐傻了 嘿 这老太太 怎么都和我想一块去了呢 看张老太太 瞅向我 我连忙点头阴云 睡吧 睡吧 谁知这样一睡 却睡出问题了 我这里喜滋滋地 赶到二姑娘的 楚风馆 青春貌美的 二姑娘没见着 貌美善度的 张家老太太 却等着我呢 张家老太太 全没了白日里 对我的恭敬良书 只板着那张褶子脸 冷声喝道 跪下 我这里一愣 还没反应过来 身后的绿梨 却已是麻溜地跪下了 张老太太 看我没动静 怒道 是不是真觉得 自己成了太子妃 是娘娘了 就跪不得 我这个老太婆了 答非所问 是说其坛上 曾在有一事 南行乔氏 曾有女 一夜而变 不识亲友 不认爹娘 言行举止 皆是不同以往 解脱此诗意之骨 有术士称 此女人 身未变 心却患了 乃是斜碎入体 必使方人一命才修 为火烧了才可化解 我吓了一跳 我可是个大活人 会烧死的 其胜 接着又说道 那乔氏双亲 却因舍不得爱女 便将那术士 打了出去 后乔家 倒也一直平安 可世人皆计 乔女客人之命 无人敢娶 导致乔女 直至双十 人未嫁出 我心中 顿觉悲哀 你说我要是 早川来几年也好啊 做个老姑娘 也比嫁个男人强啊 我问其胜 可我这已经嫁了的 怎么办 还能 休吗 其胜不紧不慢地说道 太子没有休气的 他顿了一下 又继续说道 后来 不知怎的 遇到了靖国公 韩怀成 韩国公是个 鬼神不惧的人 三眉六聘地 娶了此女 婚后夫妻 和美异常 正当世人皆称 唯有靖国公 这等杀气重的人 方能降住此女时 靖国公 却呼得 暴病身亡了 我惊讶 还真客夫 其胜 痴笑一声 客夫 客夫 不过是些 乡野村夫的见识罢了 世人皆看到了 靖国公的战绩彪然 随人之 乔氏在靖国公背后 给了多少助力 我反驳 可最终还是把 靖国公 客死了 不是 其胜看看我 淡淡道 那靖国公 并未报病身亡 而是死顿而已 我看着其胜 琢磨着 他和我说这些 是什么意思 其胜看着我 也不说话 两人就这样 沉默地对视着片刻 许时都觉得 有些怪异 不约而同地 都转开了目光 其胜又轻轻问我 你可以话要说 我想了想 依旧失问 你想听哪方面的 其胜脸色平静 沉默不语 我伸手打了个哈欠 站起身来 我今儿是真累了 殿下要没事 我就先回去了 其胜脸色中变了变 我转身转得 更干脆利落 果不然 人还没走到门口 身后就传来 骑士的声音 他问 你和乔氏女 可是来自同一个地方 我脚下顿了顿 转回身看其胜 笑道 太子殿下泪糊涂了 乔氏是南行人士 我娘家就在圣都 怎么会是一个地方的人 其胜默默看我片刻 哭得笑了 点头 不错 我也跟着笑笑 走了 明儿见 出了书房 刚走没几步 忽然听到屋里传来 啪的一声 我不由地摇头 这摔书的毛病 可真是不好 得改 回到睡房 绿梨却是不在 我正想问别的小宫女呢 绿梨便神神秘秘地回来了 绿梨打发走了屋里的其他人 凑到我耳边 敲声说道 都安排好了 这几日太子殿下若是去见僵使 自会有人来抱咱们 我听得心里一惊 转头看绿梨 心到这丫头怎么就这么不上道呢 哪里有整天惦记着捉老板间的员工啊 这不是要连累我吗 又听绿梨说道 殿下都已陪着娘娘归宁了 却仍不肯和娘娘同房 心里岂不是还惦记着僵使那个贱人 往日里离得远 便也罢了 今日离得这样近了 娘娘不可不防 我抛感无语 看着绿梨问 你要防人吗 绿梨一争 自然是要防那僵屍 我又问 为何要防僵屍啊 绿梨很理所当然地说 娘娘啊 因为她勾引殿像啊 东宫里哪个不想勾引其声 我问 绿梨一下子被我问住了 蒸蒸地说不出话来 那么多良缘良地的你不防 你防一个赵王妃做什么 我问 绿梨终于陷入了思考之中 我一乐 只觉轻松 这女人呐 大脑和嘴巴 一般只工作一样 你让她脑子动了 她那嘴就老实了 刚美没两分钟 外面便有人小声地叫绿梨 绿梨看了我一眼 告退出去了 一会儿后回来 脸色更不好 急走过来 附在我耳边说道 太子殿下果然又出院了 进了那片竹林子 我也不由惊讶 难不成白天的话都白说了 我这里正想着 就听外面的宫女轻声禀道 娘娘 赵王殿下求见 我一乐 好嘛 深更半夜 太子私会赵王妃 赵王求见太子妃 好一出情感纠缠的大戏啊 只是 那赵王来寻我做什么 既然来了 又住得这么近 不见不合适 我只得让绿梨再帮着我 把里里外外都穿戴整齐了 这才出去 那赵王正在客厅里坐着 见我来 起身 含笑 招呼道 三嫂 嗯 挺随意的样子 估计以前也是和张氏熟了的 我本有些耳边响起 娘娘 快起吧 今天是二姑娘的大日子 您可不能迟了 于是我便又琢磨 二姑娘 五姑娘 我以前倒是常麻烦的 这二姑娘又是谁呢 绿梨急火火的 把我从被窝里揪出来 我这才醒过豚来 想起来二姑娘 是那张氏的妹子 是与我那五姑娘 八杆子打不到一起的 绿梨忙给我梳洗装扮 我瞅一眼窗外 天都还黑着呢 心里便有了切 起床气 嘴上虽没说什么 脸上 却是带出些样了 绿梨却浑然未觉般 只边忙碌着 边给我念叨着 接着是二姑娘的吉吉礼 听说家中准备得很是精心的 也邀了很多达官显贵过来观礼 我精神顿时一震 吉吉礼 绿梨点头 往往那脑袋上插着缝钗 办完吉吉礼 二姑娘就可以许嫁了 也不知会嫁到谁家去 看看今日都有谁来吧 哦 我算是明白了 说什么吉吉礼啊 原来是个上市通告啊 当着圣都满城的达官显贵 宣布一下 张家的二女儿终于可以上市了 嗯 错了 是终于成年代嫁了 我终备绿梨 装扮一心 然后作为最尊贵的女兵 去出席二姑娘的上市通告 然后发现 张家二姑娘的吉吉礼 果真很盛大 二姑娘长得果真很美貌 到的宾客 果真都很 大观显贵 来宾之中 赫然出现了毛测军 与上述军的潇洒身姿 我表情很淡定 内心却很郁闷 恨不能问一句兵部上述 我的爹 您究竟有几个好女儿 为何每个女儿都嫁给权贵 二姑娘小模样挺俊 小身条虽未长成 可那前凸后翘的影子 已是有了 以后少不得也是个有物 只是不知道会便宜了谁 想到这儿 我瞧了瞧对面 尚未婚配的毛测军和上述军 毛测军也很淡定 我相信她那是真淡定 尚述军的表情 看着也很淡定 可我觉得 她可能内心跟我一样很郁闷 因为她那眼神 每每扫过桌子上 盘子里的桂花糕后 都会不由自主地 再看一眼我 你说 你这是想吃桂花糕呢 还是不想吃呢 正走着神 绿梨从后面 轻轻地拽了拽我的衣袖 用滴滴的声音道 娘娘 您看看江市那贱人 每次都出幺蛾子 瞧那狐媚样 其实 不用她提醒 我也早就看到了江市 在那片花红柳绿 金光闪闪之中 一身 古代的女人聚会 无非就那么点事 吃点酒 听听戏 还都得捧着我 一大套折腾下来 已是天黑 饭是只来得及拉住我 提起话还没说上一句 外面内饰便来禀报 太子齐盛 已经歇在凤仪院了 传我过去 其胜 我在东宫待了八个多月 你都没传过我 回张氏娘家来了 你倒开始传起我来了 饭是连忙抹了抹眼泪 道 前些日子只传你身子不好 家里想去看你 偏又进不去那地方 现如今看你无事 我便也放心了 你快些去吧 反正你也要在园子里 住上几日 咱们俩俩明日再说话就是了 徐氏见我脸色不好 饭是连忙劝道 儿啊 万不可再耍性子 没丈夫不喜柔顺妻子的 你只顺着她 她必识得你的好 估摸着是我脸色更成了些 饭是又低声笑道 唉 殿下黏你 这是好事 你这傻丫头 又讲什么 难不成殿下总追着那僵尸跑就好了 我看着饭是 抛感无语 辞了饭是 绿梨扶了我 慢慢往凤仪院走 谁知半路上 竟又遇到了白衣僵尸 进的却是凤仪院旁边的院子 绿梨恨呼呼地说道 也不知谁家里安排的院子 这样不懂事 竟然让僵尸那贱人 住到咱们隔壁来了 我看了看那两个院子之间的那片 紫竹林 按赞 好一个偷情的好去处啊 到底谁安排的院子 太有才了 进了院 内侍过来禀报说 齐盛在书房 我琢磨了一下 便没让绿梨等人跟着 自个儿跟着内侍过去了 书房里灯点得很亮 齐盛又在看书 见我进来 齐盛仍然眼睛不离书卷 只淡淡地问道 如何 还成 我答道 齐盛抬头 瞟了我一眼 我立刻自我检讨 与其太欢怪了 以后一定改 齐盛却没说话 继续看书 时不时地还翻翻页 不过 从翻页频率来看 他显然 也走着神呢 于是 我也淡定了 找了张椅子坐下来 沉默地看着齐盛看书 在我淡定的注视之中 齐盛终于淡定不下去了 突然问我道 你可以有话要说 我想了想 试探地问道 你想听哪方面的 齐盛看着我 为何连自己家人都不认得了 我反问 你又为何连张家人物传都背好了 齐盛唇脚微条 防备着赵王 生怕他会提出 要与我一同捉奸的要求来 可一见他这笑模样 心中又不忍有些同情 这样一顶绿色大帽子 是个男人都不想戴 正琢磨着怎么开解 安慰一下赵王 呼听的赵王说道 三嫂 前日里听人讲了些精忠趣事 今夜里睡不着了 便想与三嫂说上一说 我摸不透赵王的心思 只得应付 好 赵王请讲 本以为他是话里有话 一直提着精神 准备从话里听出些什么来 谁知那赵王 却是真的给我讲起了 京中各家宅院的琐碎之事 赵王的茶水 一直在续杯 我想让绿梨 去给我端些瓜子来 直到我再也熬不下去了 只得招过绿梨 来耳语了几句 绿梨赶紧出去了 我又接着听赵王讲 过了一会儿 绿梨回来 凑紧我耳边说道 太子殿下已回来了 我精神顿时一震 坐直了身子 看着赵王道 殿下 时候不早了 今日就先说到这儿 咱们都回去洗洗睡了吧 赵王那张淡定悠然的面孔 终于有了似裂缝 看着我 不早了 我点头 确实不早了 赵王又问 该回去睡了 我又点头 你若还有弹心 我可让人请了太子殿下过来 你们兄弟好好 呃 交流一下 赵王干脆利索地起了身 忙摆手 不用了 不用了 改日再来和三嫂闲聊 今日先告辞了 我也心急火聊地往外送客 那就不远送 慢走 走好 我嘴里说着慢走 脚下却一点也不含糊 幸亏赵王走得也不慢 不然真就成了他送我了 前脚送走了赵王 后脚我就回房趴床上了 只觉得累得腰酸背痛 唉 张氏这小身板真是中看部中用 得练 要说还是绿梨有眼力劲 没等我开口就过来 给我按起肩背来 那小手按的地方都对 就是力道小了些 我给他纠正了两次 他倒是记住了 可没按一会儿 我又喊停了 绿梨颇为不解地看着我 我想了一想 还是说道 你找个大抱枕 来给我垫上一点吧 我看绿梨眼中还是疑惑 心想姑娘 看来你的胸还是小啊 我用双手在胸前须比了一比 这儿太割得慌了 绿梨脸一红 敏嘴笑了笑 赶紧去拿抱枕 我感叹着他兄妹的种种不义 进入了梦乡 隔日睡得正香时 就听见绿梨的声音在